今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新闻觉得与我心有气气焉有点凄凉 就是说日本的一个Netflix的一个真人秀的明星叫Hana Kumura 就是牧村花奶奶年仅22岁就自杀身亡 她是美国这个Netflix这个秀叫Taren House的这个一个真人秀的明星 才22岁据说她自杀的原因是因为网络暴力 我们就说到这个网络暴力 中国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的 众口朔金击毁消股 就像这些什么中国以前的这些隐星 老一代的隐星软玲玉周璇这些都是死于这种谣言 这种网络暴力就是非常可怕的这种舆论负评 所以网络暴力的黑手要杜绝 大家要对